大家好,我们来看赵孟佛每日一字 我们继续来看底部 今天省一个横满货者三点水的一些 字不不守 那我们来看这一个字很明显就是一个燃 那上一则那个也是三点 那不是火,这个才是火 那燃字我们知道 这个算是行书而已 然后呢,本来犬是这样写 但是它这里用这样绕 要注意,等一下我们顺便再讲犬一下 它本来有四点 这四点是本来火,就是四点 那可以减省一点三点 我刚刚说要提到这个犬字 我们在这里再提一下 提外话,犬本来是这样 那要注意,大是这样子 那大的,如果说写潮一点这样而已 但是呢,不能像这样 全的潮数是这样 要注意,这两个不一样 当然有时候会混在一起 但是大原则还是要分开来 这个才是全的潮数 所以呢,要注意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用,这里写一下 这燃 然后这边 为什么要这样写,就是连贯嘛 比较连贯 然后这里 1,3.1,2,3 勾过来 那我们说可不可以 写成一画就好 当然可以 但是呢,如果要写成一画呢 我建议上面更简单一点 那我们后面会有 那等下一则 我们再来看更简单 我们先写到这边 然后用毛笔写一下 来看一下 每天就一点点一点点 希望大家有耐心 就是每天就 玩个几分钟 这样子把它持续 建立起一些学习的一个兴趣 以及耐心 持续 持续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推过去 好,记住这里的一个代比 轻再加重弹起来 撇过来 加压 撇过去 切按轻重 请加重一点 撇过去 好 那我们说 有没有其他写法 这个下一则 再来看